美国总统拜登,周五7月8日,尊促妇女在今年11月参加投票。 她说,推翻美国最高法院取消堕胎权的最快方法是让国会中的民主党多数派通过一项将堕胎权纳入法律的法案。 在最高法院上个月推翻了堕胎合法化的罗伊素韦德案后,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帮助保护妇女获得堕胎和避孕的权利。 白宫表示,该行政命令只是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采取行动,保护和扩大获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药物流产的途径。 专家表示,多年来,如果没有处方,用于终止早孕的药物不太可能问世,已经限制药物的州不会受到总统命令的影响。 她还将指示该部确保妇女获得紧急医疗护理、计划生育服务和避孕,包括宫内捷孕器。 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推翻了对女性生殖权利大约50年的保护。 作为民主党人的拜登,一直受到支持者,尤其是进步人士的压力,要求她在这一决定之后采取行动。 最高法院的裁决,恢复了各州禁止堕胎的能力。 因此,意外怀孕的女性面临着以下选择,前往另一个堕胎程序仍然合法且可行的州。 在网上购买堕胎药,或者进行有潜在危险的非法堕胎。 总统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因为美国各州可以制定法律限制堕胎和获得药物治疗,预计行政命令的影响有限。 拜登还警告说,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后取得控制权,他们已经表示将通过一项全国性的堕胎命令,但他说他将否决这一禁令。